黄晓明凌晨发文,耐心回复网友的评论,网友表示太意外了。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少有明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回复大家的评论的,尤其是一些粉丝多的明星。 有人说他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神秘感,也有人说他们的粉丝太多根本回复不过来。 回复不过来就索性不回复了吗?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当一些圈内好友或者其他明星评论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回复的,毕竟娱乐圈也得讲人情。 有很多所谓的顶流明星,他们的粉丝甚至通过刷评论来进行互相攀比。 有很多明星随便发一条动态,评论数就会达到一百万。 即便是这样,他们的偶像也不会回复他们一句。 更搞笑的是,谢娜有一个多亿的粉丝,每条动态的评论顶多也就几千条或者几万条。 而那些粉丝数量三千万的顶流明星每一条动态却能有一百万以上的评论。 很多人天天手着手机,偶像一旦发文,他们会第一时间去评论,并以此为荣,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 然而他们的偶像根本不可能用心去看他们的评论。 12月1日凌晨,黄晓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并晒出了一张照片,接着就有很多网友开始评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黄晓明居然耐心回复其网友的评论来。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黄晓明也很少回复网友的评论,然而这一次不仅回复了,还一下回复了十条左右,就连很多网友也表示太意外了。 黄晓明跟网友说自己刚下班,很多网友对黄晓明说晚安,也有人关心起了黄晓明的身体。 黄晓明也回复他们说新的一个月要加油,还让大家照顾好自己。 大家都表示太激动了,没想到黄晓明会挨个回复起大家的评论。 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看来黄晓明的心情不错啊。 很多人都认为黄晓明肯定遇到非常高兴的事了。 黄晓明这些年来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是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艺人。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他能一直开开心心的,每天都能遇到高兴的事情。 另外,对于网友的评论问题,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刻意去刷。 也希望广大明星朋友们能卸下自己的偶像包袱。 多回复一些网友的评论,多跟网友互动,大家说对吗?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少有明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回复大家的评论的,尤其是一些粉丝多的明星。 有人说他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神秘感,也有人说他们的粉丝太多根本回复不过来。 回复不过来就索性不回复了吗?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当一些圈内好友或者其他明星评论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回复的,毕竟娱乐圈也的讲人情。 有很多所谓的顶流明星,他们的粉丝甚至通过刷评论来进行互相攀比。 有很多明星随便发一条动态,评论数就会达到一百万。 即便是这样,他们的偶像也不会回复他们一句。 更搞笑的是,谢娜有一个多亿的粉丝, 每条动态的评论顶多也就几千条或者几万条。 而那些粉丝数量三千万的顶流明星每一条动态却能有一百万以上的评论。 很多人天天手桌手机,有像一旦发文, 他们会第一时间去评论,并以此为荣, 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 然而他们的偶像根本不可能用心去看他们的评论。 12月1日凌晨,黄晓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并晒出了一张照片, 接着就有很多网友开始评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黄晓明居然耐心回复其网友的评论来。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黄晓明也很少回复网友的评论, 然而这一次不仅回复了, 还一下回复了十条左右,就连很多网友也表示太意外了。 黄晓明跟网友说自己刚下班, 很多网友对黄晓明说晚安, 也有人关心起了黄晓明的身体。 黄晓明也回复他们说新的一个月要加油, 还让大家照顾好自己。 大家都表示太激动了, 没想到黄晓明会挨个回复起大家的评论。 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看来黄晓明的心情不错啊。 很多人都认为黄晓明肯定遇到非常高兴的事了。 黄晓明这些年来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 是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艺人。 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他能一直开开心心的, 每天都能遇到高兴的事情。 另外,对于网友的评论问题,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刻意去刷。 也希望广大明星朋友们能卸下自己的偶像包袱。 多回复一些网友的评论, 多跟网友互动。 大家说对吗?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很少有明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回复大家的评论的, 尤其是一些粉丝多的明星。 有人说他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神秘感, 也有人说他们的粉丝太多根本回复不过来。 回复不过来就索性不回复了吗?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当一些圈内好友或者其他明星评论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回复的, 毕竟娱乐圈也的讲人情。 有很多所谓的领流明星, 他们的粉丝甚至通过刷评论来进行互相攀比。 有很多明星随便发一条动态, 评论数就会达到一百万。 即便是这样, 他们的偶像也不会回复他们一句。 更搞笑的是, 谢娜有一个多亿的粉丝, 每条动态的评论顶多也就几千条或者几万条。 而那些粉丝数量三千万的顶流明星 每一条动态却能有一百万以上的评论。 很多人天天手桌手机, 偶像一旦发文, 他们会第一时间去评论, 并以此为荣, 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 然而他们的偶像根本不可能用心去看他们的评论。 12月1日凌晨, 黄晓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并晒出了一张照片, 接着就有很多网友开始评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黄晓明居然耐心回复其网友的评论来。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 黄晓明也很少回复网友的评论, 然而这一次不仅回复了, 还一下回复了十条左右, 就连很多网友也表示太意外了。 黄晓明跟网友说自己刚下班, 很多网友对黄晓明说晚安, 也有人关心起了黄晓明的身体。 黄晓明也回复他们说新的一个月要加油, 还让大家照顾好自己。 大家都表示太激动了, 没想到黄晓明会挨个回复起大家的评论。 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看来黄晓明的心情不错啊。 很多人都认为黄晓明肯定遇到非常高兴的事了。 黄晓明这些年来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 是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艺人。 我们也忠心地希望他能一直开开心心的, 每天都能遇到高兴的事情。 另外,对于网友的评论问题,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刻意去刷。 也希望广大明星朋友们能卸下自己的偶像包袱。 多回复一些网友的评论, 多跟网友互动, 大家说对吗?